以法定容積1.8倍为例的话 并假设捷运奖励及都市计划奖励合计是50% 地主和主管计划各取1分之1及25 因假设都市更新奖励是30% 就可以是1.8 也就是所原来的100 以及捷奖都奖的50 以及所谓都市更新的捷奖奖励30 地主的话取得推估大概是可以得到348.75 那如果说是以投资分配比例来讲 假设我们用58跟42来做估算的话 大概地主可以分回容积大概是202.28 也没有办法达到一瓶换一瓶的目标 所以没有办法接近连开民众所期待的奖励值 下一页 那如果说是以调整过后的容积原原则来办理的话 也是一样用石兵土地来说明的话 以现况为四层楼建筑 因为我刚刚提到是捷一的北侧 那开发后的地主可以取得容积 预估大概360 假设分配比例还是用58跟42做比例的话 开发后地主分回的容积额度大概是208.8 虽然能来没有办法达到一瓶换一瓶 已经叫原来机外风载为好 那以现况五层楼推估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西侧 比较510公尺 510米平方的这个基地的话呢 来推估的话呢 开发后地主可取得容积率 预估是445.75 假设分配比例也是58比42的话 则预估地主可以分配回的容积额度大概是258.5 当然也叫原多数计划工展的方案为好 那至于说有关于我们刚刚所提到 本案呢 如果是依照原建筑容积 加0.5倍法容 加捷运容积之原则办理时候呢 当然还是要考虑到平均 平均值移平换一瓶为上限 至少这个好处是 不需要依照奖励之项目及评定基准 即可获得将原法定容积 直接提高到1.5倍 法定的容积 并再额外增加捷运奖励的容积 所以整个新的一个额度呢 当然比目前都市更新奖励还要好 下一页 那我们有做 在做我们这整个今天报告的一个建议呢 首先第一条就是 为了能够取得捷运设施用地呢 建议呢 就是用本府调整过后的一个 容积奖励的额度跟原则 也就是原建筑容积 加上0.5倍的法容 加捷运奖励 但是会加注 以一瓶换一瓶为上限 来这样子来做一个 一个变更的内容 那另外就是 R04深淡北侧的捷运用地呢 我们建议就采设施 捷运必要设施出入口的最小用地面积 也就这块510平方公尺的替代方案 来取得用地 并办理土地开发 但是因为基地受限面积 配合捷运设施的设施 所以将来来讲 在图管规定上 建议地下室开发率不予限制 建并率及退卓检讨部分呢 所以放宽 相关内容呢 就由本局跟都市发展局 在纳路都设计审议 变更案的细部计划中 考量及确认 那这张图就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方案 下一页 那至于R04的南侧 捷运用地呢 因为替代方案呢 引起被征收地主的曾经反对 也表示愿意说 以原工短发案的范围来拜推开发 且拆成两块的话呢 也会对剩余下的结果呢 将来更新的困难 对都市警官呢 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再加上地方上呢 也已经有主动在开发 有进行 所谓的开发已经在整合中 所以 针对这个用地取得建议呢 能来到一专小组 第三次县康委员的意见呢 维持工展的范围 就全部的范围 3328公尺 并办理土地开发 来办理用地取得 下一个 那针对R03车站南车的结山用地呢 也依照座展会的地方的共识呢 所以我们用地取得呢 也是维持工展的范围 3844米方 并办理土地开发 那以上 是我们今天的报告 请讨论 谢谢 谢谢